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香太廚房 今天香太想和大家分享的養生茶是百合雪梨茶 首先看看我們今天有什麼所需要的材料 我們今天的材料只有四樣 每段片的片頭香太都有中英文的材料和做法表 如果你難得煮就可以給片姐姐跟著來煮 有相、有字、有畫面 千萬不要小看工人姐姐 有時買一本食譜書給她看 有相、有字 她已經看到了 加上香太也有畫面 是不是會更加清楚呢 今天香太介紹的茶有潤肺、補氣、新瓶潤醋 秋天一定要喝茶喝 還有這個潤肺止咳、靈心安神 讓你睡得好一點的效果 現在看到畫面 香太就把雪梨乾去心 這部不要偷懶了 如果雪梨乾不去心 你煮茶就會酸酸的 其他材料我們全部洗一洗 椰棗去核 五指木桃大條的 我們會破開一半 否則小條的就不需要破 很多朋友之前都問我 椰棗在哪裡買 因為很多人都買紅棗、蜜棗、無花果 但椰棗在九成的中藥材店 都可以買椰棗 很便宜 我在淘寶買了五斤回來 都很便宜 椰棗裡的糖粉很容易被人體吸收和消化走 所以特別是對兒童、腸胃病 吃椰棗或煲湯喝就比較好 還有煲茶 椰棗有補中益氣 止咳潤肺和花痰平存的功效 還可以治療便秘 可以強壯我們的心臟 之前我在中藥材店 老闆跟我說蜜糖加椰棗 再加上牛奶 打爛、打爛、攪爛來喝 可以對性功能有好處 可能比較厲害 還有排毒養爛的功效 看畫面我現在在砍這個 破開五指毛圖 破的時候就小心一點 斯文一點 說破字不要說砍字 8盒 今天我們的8盒有潤肺止咳 靈心安神 補中益氣 清熱利療 解毒 健脾和胃 常常睡覺或失眠或做夢 煲這8盒對身體有一定的幫助 另外一樣材料 五指毛桃一年四季都適合喝 冬天我們喝五指毛桃有補氣的作用 還有夏天有益氣的作用 除了補氣之外 特別是對健脾去痰的功效十分之好 我們這個茶 今天大火煮滾之後 轉小火煮45分鐘就夠了 今天的材料 雪梨干和椰棗都屬於很甜 所以小朋友一定喜歡喝的 很清潤很清甜 雪梨干 為什麼很多朋友問我 為什麼不用新鮮的雪梨 用雪梨干呢 因為冬天 新鮮的雪梨是比較寒涼 反而雪梨干就潤而不寒 有潤輝 新瓶潤醋 清熱化痰的功效 還可以滋潤我們的肌膚 這個秋冬喝就最適合了 這個茶 這個養生壺 這個就是你來見他的最後一面 因為我煮完這個茶之後 洗碗的時候 我不知道想拼乾水 拼不拼 我自己 不知道為什麼神不守舍 突然那一刻 OK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百合雪梨茶 快點煮給你和你家人喝 下集就是又去逛街市了 有了 終於到 到處都沒有開 為什麼會這樣 今天說到這裡 如果喜歡香菜的食譜分享 記得和朋友分享 或者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